我讲的飞行禅与VS总性制度 就是告诉你 飞行禅叫你一抄植入 就让你从人群中间一飞冲天 与众不同 你如何与众不同 你要必须自我突破 飞行禅 那跟渡堂只是一个渐进的方式 每天努力吧 那那个总性制度 你要不要相信 你是不是一出生 你就任命自己是个见骨头 就是见鸣 或者是肺色 或者是那个首托罗 你不可能是萨地利 更不可能是婆罗门 那你如果生在印度 你是不是要福气 那好在我们生在中国 现在生在台湾 我们不需要信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很多的 很多的人都在自由的 那个环境之下 自顾自己 就所谓的自求 自己把自己囚禁在一个笼子里面 他永远放不开 哎呀 那个东西 我这一辈子也没那个缘分 也不可能学习了 什么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所以我就刚刚就讲说 我看到那个批判这个功利教育的这个 这个就是功利教育就是 孩子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面 还有什么虎爸虎妈 每次我看到虎爸虎妈那些 那些书或那些文字的时候 我立刻就是拉黑 我绝对不看那个东西 什么虎爸虎 全世界的精英就你家 就只有你家 别人都不是 别人都是粪土 都是贱民 除非他自认为他自己是贱民 自甘堕落 那没话讲 如果不甘自甘堕落的话 follow me 你来玩这些东西 来训练飞行船 来提升你自己 不是说到了老人院的时候 大家都是老人 都是废物 就像那个回收厂里面那些废物 都是当废铁 不管你是老师来师 你是加嘎 你是什么宝石节 你是什么各种名车 到了那个废铁厂的时候 全部都是废物 老年的时候 最后迟早会变成废物 那没有错 问题是 你还没有在变成废物之前 何妨振作一点 也不用去EMBA去镀金 花那么大堆钱去镀金 我认识好几个人 是打肿脸充胖子 他自己说 他去修这个EMBA花的钱 他觉得不值得 你说要建立人脉吗 刚好他那一期里面 没有什么人脉可建立 他在那里面算最优秀的 当然了 他没有去参加那个名校的EMBA 如果参加名校的 大家想要镀的更纯金 你镀的可能只是K金 或者是更 只是一个金光闪闪而已 实际上闪不闪呢 连蔡英文的博士论文 人家都认为他作假 那你那一纸论文 那一纸文凭真的有意义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上面所有的活动都是可以当场展示 干幕随身 逢场作戏 不管是你要演奏业势或武术 你随时都可以笔画 你随时都可以下水 可以做什么东西 可以飞上天 可以下海 可以干嘛 可以有马匹在前面 你上去就可以骑着奔驰 这些都是树 技术 也就是六亿里面的 月 色 玉 这三个都是树 那这个东西在 你看六项里面就有三项是树 就表示树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因此我在这边 常常在这边讲了这个东西 有的人看了以后也没看懂 他说 这老人社区不适合 我说是啊 因为你们年轻也没有这个东西 到你到老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是一种清贫或者赤贫的日子 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了 你仍然自求于自己自顾的那个贫穷的笼子里面 无法脱身 而你的子女也没有帮助你脱身 因为他也受到你的自顾 他也在清贫状态挣扎 求生 仅此而已 代代相传 那真的是 呜呼哀哉 以上吴总成跟各位分享一下 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 就是通事课程 这些都是属于通事课程 没有叫你专精到什么样子 那实际上这里面 我顺便再讲一下 提一下那起码事情 常常有比赛那个超越障碍 超越障碍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是过来人你就知道 有人讲说是马骑人3 骑士应该是马8人2 就是说你这个骑士的体重越轻 那马跳的越高 因为他负荷越轻 以我来讲我体重80多公斤 我80多公斤 我骑到马 一骑上去 那个马的背就凹下去一下 就会很明显的沉下去 那这样如果说一个40公斤的人骑到他 他可以跳 可能可以跳两公尺 那我80公斤骑上去 他能跳两公尺 那很困难 而且那个马本身就有 散跳不散跳的问题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很壮观 很多的那个精彩的那个运动 实际上他是用钱在堆的 你只要到达一个水准就OK了 OK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我常常苦口薄心 要吸引大家来学这些东西的目的 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不经渔父子 焉得见波涛 我希望我就是那个渔父 谢谢